HELLO 大家好 我是安安卡的頻道 今天要跟大家來聊怪誕合作第三彈 在遊玩一週後更多的想法 好 那首先必須老實跟大家講 我認為如果你真的很缺人類神族的牛棚 再抽這一次的卡夾就好了 因為這次的卡夾說實話 比較適合到其他隊打工 如果說你要作為隊長整隊組怪誕的那個隊伍 我覺得強度是不高的 所以這次抽第三彈的卡夾 我認為他的CP值效益是偏低的 因為以往的合作呢 那你抽那個卡片 他可以當隊長啦 或當隊員 都可以使用 那這次整個第三彈的卡夾 都是比較隊員取向 所以我就認為大家抽這次卡夾的CP值效益是偏低的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你之前牛棚不夠的玩家 如果你缺一些人或神族好用的隊員的話 那是絕對可以抽這次的卡夾的 那尤其這次卡夾還可以搭配專屬的果實武裝龍科 還會有一些額外的結版能力喔 所以到其他隊打工的價值 會比你想像中還要高一點喔 那本身這次你要當作隊長呢 以Holo World的模式作為自身的隊長的形態 會是比較厲害的一個組法 但是如果說你是缺怪 但組法玩起來真的沒有特別強啦 尤其是你每回合操作 你還要去顧慮到你要拉角色珠 或者是在指定的位置停止轉珠 就光這個操作對一般人而言 我覺得上手難度是比較高的 那當然 如果說你是轉速比較好 也了解到這隊要怎麼操作的話 那我覺得這隊的強度其實不算太低喔 算是目前的正常強度 所以如果說你真的缺一個正常可以玩的隊長的話 再抽這次的你要作為隊長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你單純只是抽這次的卡夾 來去補人類跟神竹牛棚的話 建議你要留原本的型態 原本的型態當隊員的價值會是比較高的 那麼接下來要跟大家來聊 我對於這次怪誕主動技能的一些看法 那首先這次怪誕大部分的主動技能都有二階段喔 那在畫面中紅字的主動技能 都是二階段能夠發動的CD數 你可以發現到大部分都是CD7以上 甚至最多還有到CD9的 那這對於現今環境來講 我覺得這CD是有一點點長了啦 那當然你可以帶一些進場剪CD的一些龍科 來彌補掉這個短板 那如果說撇除掉CD數來講 那大部分的主動技能我個人會覺得 以前的解版能力都有辦法解喔 像是無視固定combo 那這個以前的人類隊伍像是我們以綠谷來講 它就是內建直接無視了 或者是銀石系列也都直接可以無視掉 所以無視固定combo的這個解版能力 我覺得以人類來講 不算是一個很獨特的一個主動技能 好那再來的話 自身界王拳這個增傷的話 你隨便上一個增傷就可以把它替換掉 這個也還好 那再來是亞森的部分喔 它這個是最大的特色是浮石互相兼具喔 這個是兼具新出的 所以可以搭配一些指定的卡片來解這個易補盾 但你今天會想要拿全人類來解易補盾嗎 我想如果你真的要面對比較高的易補盾的話 那還是以妖精為主去解會比較舒服一點 好那再來是神竹這個無視拼圖盾喔 那下一個禮拜有出一張免費的卡片 也是神竹可以整隊無視拼圖盾的 所以抽這個瑪娜的效益 我覺得沒有想像中的這麼高 那再來是一些小獎 你可以發現到大部分的解版能力都是之前都有的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系列喔 即使他們要到其他隊打工 他們的效益是有的 但如果你之前的牛棚夠大 事實上你不用抽這個系列 還是有辦法解相對應的一些盾牌喔 當然如果你今天真的要抽這個系列的話 我個人會覺得有兩張握 覺得是比較有價值的 那分別是你要R形態跟亞森 接下來我們就先實戰來跟大家做更多的解說 那麼接下來我們為大家帶來亞森主動技能一些實戰解說 那回到主動技能開下去會把新竹炸掉 同時也可以讓所有的符石互相兼具效果 這個就可以讓屬性豬兼具新符的效果 同時也可以拿來做爆發喔 這邊我們用上以諾來去試試看他可以解多少異補 那可以發現到這邊技能開完是可以到1000萬以上的異補喔 那這個你可以搭一些人類的再把回復力加上去 或者是龍哥再把回復力加上去 所以我覺得以純人來講亞森算是目前能夠解一補盾 好用的隊員的排名的前幾名喔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實測尼奧的R形態 那這邊我們搭上直列的武裝龍哥 單開尼奧的主動技能 就可以讓整隊的增傷雷到了11倍左右喔 可以說是相當的噁心 那並且尼奧的這個傷害還能夠打出無屬性的傷害 沒有屬性的傷害可以接什麼盾牌呢 比如說無屬同級盾就可以直接無視了 所以這個尼奧的主動技能 可以拿來做極限的爆發 或者是解一些比較刁鑽的盾牌 不過這次冠蛋系列我認為要裝上專屬的武裝果實 才算是完整強度 比如說我們剛剛尼奧的爆發就裝上了這個熱情有機龍哥 這個龍哥的特性是你拉角色珠並且消除 該角色就最多有4倍自身以上的增傷幅度喔 所以適合搭配那種有界王權的角色一起做爆發的使用 那再更甚至你也可以搭像是4個隊員 怪蛋系列都帶上這種減傷的龍哥 那這個減傷的幅度是可以疊加的 你帶4顆最多是可以減傷59%喔 等於說敵方的傷害打你只要沒有無視減傷 你就可以擋一半以上的傷害喔 所以這裡就大大增加了怪蛋系列到其他隊打工的一個價值 那並且這個是怪蛋系列的角色都可以裝喔 無論你是10抽卡或免費卡 或更甚至是之前第一彈第二彈合作的怪蛋角色 全部都可以裝上這個武裝的龍哥 那再來你也可以擋敵方的中毒盾牌 那這個中毒的龍哥比較特別 它是以加法來計算的 比如說我們多帶一顆耐毒龍哥 那就多加20%的這個解毒能力 那帶4顆就是擋掉敵方中毒的80% 帶5顆就是直接100%無視敵方的中毒的喔 所以這個也算是額外的解斷能力 那再更甚至喔 你也可以帶一些三星的其他果實龍哥 它是進場減CD啦 加激攻跟直接回血 今天就看你需要什麼能力 再去選擇你隊員所要帶的龍哥 那這些果實龍哥呢 也就是這一次我覺得最大的特點之一 所以這次在理解怪彈道恰隊打工 當隊員的價值還要再算上這次的果實龍哥 會比較全面一點 所以這一次我覺得 這怪彈道恰隊打工不只主動技能 還有這個果實龍哥算上去 就可以解一些比較奇特的盾牌 比如說要常駐的減傷啦 或者是能夠解敵方中毒盾 這種都算是這個系列當恰隊隊員的一些特點喔 那當然這個是好處也是壞處啦 那壞處的話 就是如果你果實龍哥帶太多的話 你就不能去帶一些其他之前好用的龍哥 比如說像是九風的龍哥 那就沒辦法觸發到它三星的能力 所以這個算是一個取捨 就看不同的關卡有不一樣的配置 那麼最後跟大家分享實戰後的一些心得 那這個系列到其他隊打工呢 就可以解一些更刁鑽的敵方技能 比如說你隊伍本身沒有無視敵方的中毒啦 或者是本身沒有減傷的話 那個果實龍哥就可以幫到你喔 甚至像剛才有亞森 他可以去解異補盾 那甚至到這個尼奧 他可以有無屬性的界王拳 也無視連擊傷等 這些都是蠻特別的一些敵技 可以去無視的 所以如果說你之前沒有類似的解盾能力的卡片 你就可以去抽這個系列了 那挑戰的難關上面會幫到你喔 那如果說你之前都有類似的卡片 可以去解類似的敵方盾牌 我就覺得你可以把石頭省下來了 所以如果之前你有砲很大的朋友 就可以省石頭 因為接下來還有什麼黑金啦 或者是新的合作 在等著大家喔 好的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那樣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關於新的影片 別忘了開啟小鈴鐺 以及開啟小鈴鐺 下週新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尚凱 我們還就下部影片見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 上一星期äch 下期 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